第3季 谁是战士之星 越赛录制 现在开始 有请著名主持人魏晨翔 谁是战士之星 梦想从这里起航 我在这里等你 有请火箭区文工团团长周伟 谁是战士之星 释放你的活力 我为你喝彩 有请解放军艺术学院声乐教授梁赵金 谁是战士之星 绽放你的精彩 征服这个舞台 有请著名歌手阿鲁阿卓 谁是战士之星 展现你的青春 我为你点赞 有请青年舞蹈家 玉米皮 谁是战士之星 燃烧你的激情 秀出钢铁豪曼 出赛比赛规则 表演结束后 评委对选手的表现进行亮灯 获得四颗星将晋级复赞 获得五颗星将直通决赛 不足四颗星将被淘汰 有请第一位选手上场 大家好 我们是老兵乐队 我们乐队平均年龄四十四岁 是战士之星有史以来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 我们都曾经当过兵 脱下军装后 因为对音乐的热爱 我们又走到了一起 我们在这次战士之星的舞台上 我们这些老兵要用自己的方式 讲述我们的军旅故事 来 一二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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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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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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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 一招如雨滚 双望着 大地的平安 太行的耳语 聆听着祖国的召唤 天下梦想青春灿烂 好不起大便河流上船 即兴岁月 步履刚尖 聆合了了天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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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合了天一天 你们好 你好 我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个 就是拿话筒的王继如 我们过去也曾经在一个宣传队 同台演出参加比赛 那时候他是跳舞的 带着脚铃光着脚 然后印度舞 东方之珠 东方之珠 我们跳舞特别想看 我看 咱们让魏老师到台上 咱们给展示一下905 我真的忘了真的吗 特别复杂 那来 关机 录像不录了 录像不录了 不录了 真的不行 我陪你 你不用陪我 我陪你 就是这个 905 来 几个动作展示 好像是有一个 记不住了 记不住了 我只能比会一下 反正 这个应该是有 有没有当年的分运 比当年差多了 真的 太久了 赶紧 我们赶紧下去 特别好了 谢谢 谢谢 刚才听到我们老兵乐队的这个 这时候具有浓郁的河北 地方特色的这个音乐 这里边呢 河北邦伦的味道很浓很浓 我们的流行音乐的话呢 也有一种方 一种风格的叫民谣方式 我们你们这种家 我们河北地方特色的完全可以啊 非常好 表现的零零尽致 我觉得非常激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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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卓 各位老师好 其实做乐队是很难的事 我觉得你们这种精神 而且上来那种气场特别足 有我们军人的那种气质在里面 但我想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因为我刚刚听到主唱在唱的时候 旁边有伴唱 如果能够是和声的话会更好 谢谢 今天让我们看到的 不光是老兵的你们这样一个情怀 也看到了我们军队的这样一种光传 什么就是红色基因 可能在座的这些老班长们 可能腰板不如年轻时候那么直了 对 可能这脸上也有皱纹了 可能头发也没有这么浓密幽黑了 但是今天你们在台上 依然这么青春亮丽 向你们致敬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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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几位前辈能够来到 我们这个参加战事之星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激励 而且你们的这种精神 这种对部队的情感 也挺打动人的 我们来表态 好 为我们的老兵乐队 好 我非常旗帜鲜明 没得说 向你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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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们 直通决赛 对 直通决赛 虽然军装早已脱下 但心中的豪情壮志未曾老去 老兵乐队的歌声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高兵乐队 直通了 大家好 我们是江南米海花组合 我叫王亚南 我叫彭星成 我们来自同一个通信联队 每天的联队生活 就是在无数跟网络传说线的陪伴中路过 但是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 那就是唱歌 今天我们手牵手来到 谁是战士之心的舞台 希望能把我们的歌声传递到 每一位战友的心中 江南米海花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仿佛看到你那美丽的容颜 当每一次想抢流水 轻护我心鲜美 就仿佛你在对我轻轻的呼唤 我是你 多情的女儿又 守护在这一片风景中间 那美丽的青春鸟 我花样的年华 一如你的花海春天 你的春天 你的春天 我是你 温柔的女儿又 守护在这一片尽小家园 那将军的梦想要 那将军的梦想要 我保护的心有 爱 险地在你的绿水旗上 你的青山 那将军的梦想要 你尽快 你尽快 辩护你的希望 我要把 这症症症的丙伙的梦想要 让你永远沾来柔和的相依 柔和的相依 柔和的相依 像双胞胎一样 大爽英姿的 你们两个怎么想到 搞一个组合呢 我们俩是2013年入伍 我们俩都是大学生兵 入伍以来三年了 说实话就是有点嫌弃他的 三年里一睁眼就是他 心底也一个吧 下道连队也是一个吧 天天他就睡我对头 抬头不见低头见那 他们俩说话都一样 跟说相声一样 你们俩这词是 复旅之间 就是待时间长了以后 他的语境节奏全一样 而且思维也一样 都知道接下来要介绍什么 阿卓唱过女兵的歌 对我唱过 因为你们中间会有和声 而且你们有舞蹈动作 那么你到最后一段的时候 就你们俩分开的时候 我估计你们可能是想 把声音放开一些 其实不用最后把声音放出来 他会非常青春潇洒 我的一个建议啊 非常棒 谢谢老师 想起了那个我当新兵的时候 我们那个演出队的那个表演那种感觉 尤其特别经典的 刚才你们中间那个监奏 那个那几个动作 那太经典了 那是部队的这个女兵的这个舞蹈 标志性的动作 就是 但是我觉得反正把我这个知道女兵在舞台表演歌曲以来啊 这个动作就没有断过 至今为止多少年了 我觉得咱也应该去与世俱进一下吧 咱也就把它变化一下 或者是再去改良一下 来吧 我们表开吧 我先来 OK过 谢谢老师 过 谢谢老师 那你们过吧 谢谢老师 我是觉得还有待历练 所以说呢 给你们点小小的压力 我暂时观望 好不好 谢谢老师 江南米彩花组合 已经得到了评委老师的三颗星 离晋级只差一步之遥 他们能否树立过关 支持你们 谢谢老师 我终于晋级了 我很开心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相信我们 江南米彩花 加油 大家好 我是转运号手 普世宇 我的主要工作 是因此战略物资 我平时 特别爱唱歌 但不知道为什么 却老师得不到 大家的认可 我想放弃 只要有一天 当我在电视里 看到一个人 是他的出现 重燃了 我对唱歌的希望 今天 我将演一首 他的歌曲 希望能够得到 大家的认可 胡世宇 加油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回首 紧紧密布 今夜不会再有 难舍地久默 曾经与你共有的梦 今儿要向谁诉说 再回首 我陪你远走 再回首 泪朦胧 留下你的祝福 爱也温暖我 不管明天要面对 多少伤痛 多迷雾 曾经在悠悠 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才知道平平淡淡 匆匆融入才是真 再回首恍然入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伴着我 再回首 再回首恍然入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伴着我 来 先跟我们资报一下家门 我叫朴世宇 来自火箭军 朴世宇 我想说你很棒 真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 你这首歌那么的慢 那么的投入 其实我可以把它加入音乐剧的状态进去 就像跟你心目中的恋人一样 一个再回首的一个状态 它会更出彩 你一定要自信 非常已经是一种状态 但是我觉得 你必须得先战胜你自己 首先你要过你自己这一关 所以我刚从你的前方 其实我更多看到的是一种不安 一种紧张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需要先把自己战胜 没错 你心里对这个歌的理解 和对整个这些舞台这种气场 你不坚定 你犹豫 你彷徨 所以说你是跑神的 你现在 李正 睁开眼睛 面向前方 跟着我大声喊 朴世宇最棒的 喊出来 拿着话筒 喊出来 大声喊出来 不认于最棒的 好极了 就是要你这种状态 小伙子 要建立自信 我们期待着你的成绩吧 来 你来表态 我 实在抱歉 再努力吧 我支持你 我觉得小伙子 像刚才 我要求你做的那样 要有自信 所以我从这一点 我支持你 阿卓 我刚才说了 我说我很喜欢那样 玉米皮 玉米皮会给出手中的关键迷票吗 朴世宇 能够成功晋级 很遗憾 抱歉 哇 真的是有点遗憾 谢谢各位评论老师吧 跟观众朋友说再见吧 告诉他们你会再来 这个地方是你梦启航的地方 不是让你悲伤的地方 受挫的地方 但是一定是让你成功的地方 好吗 下次再来 好的老师 谢谢 跟观众说再见 请感到一些起位导演的吧 老师们 确实给了我帮助 大家好 我是海军参谋部 某训练大队的一名普通战士 我叫赵帅 工作中 我是一个训练兼兵 训练场是我的战场 生活中 我是一个音乐狂人 操场 就是我的场合练歌星 整个营院 到处都能听到我的歌声 这次 我希望 用我的歌声 去征服你 赵帅 加油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我的海将庄里团团 我爱海岸 兄弟的山河 看着海面像熟一样 海军战争 风险相当 天正亦 带进我杠下 我守护医 在海方天上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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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风险里成长 我爱大海的青鲍海浪 把我们光连的舞力勉强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我爱这蓝色的海在海上 危险啊 我爱这蓝色的海 我爱这蓝色的海 大家好 朋友们好 我叫赵帅 我来自海军某新联大队 当兵就一直在海军吗 对 当兵一直在海军 执行过什么重大的任务没有啊 是这样 12年的时候 我跟随海军的十年一次的环球出访 这个很厉害了 大概有半年吧 非常深刻的 5个月22天 我年前有幸去东海监队下部队 我才真正地开始了解海军 他们给我讲了几个故事 我就挺有意思的 他们舰队出去呢 一个多月 两个多月 然后呢 后来不光是那个战士们要吐 连见到那个老鼠都吐 到了后来 老鼠实在受不了了 集体跳海 当时你晕到最严重的时候 是什么表现 船一开始晃 三米以上五米的浪来了以后 我就是扶着船下去 走廊上都有那个纸袋 拽一个兔 然后系上 系上以后拎着 然后上后甲板 专门的一个垃圾桶 往里一扔 那怎么工作呀 那个厨师怎么做饭呢 都那么晕 咱能这俩事不连一块说吗 特别好 我觉得小伙子赵帅啊 大家都对海军非常的向往 聊了很多 咱们还说今天的演唱 首先说没毛病 谢谢老师 但是呢 这看似是一个优点 我个人不满足 不满足哪里呢 太中规中矩了 搞艺术嘛 文艺嘛 在舞台上 它需要一种绽放 它需要一种夸张 它需要一种魅力 这个点我需要增强一点 好不好 好的好的 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来表态吧 好棒 谢谢老师 加油 谢谢 非常好 谢谢老师 支持 谢谢老师 支持 没问题 但是我期待你更精彩的表现 咱们先保留我的印象 好不好 谢谢老师 阿卓 加油 好 恭喜 太紧张了 还是会有一点什么 不过表现得还不错 你自己加油 大家好 我叫吴岳强 我是一名通信兵 我性子的比较直 平时大大咧咧的 大家都跟我的强哥 其实我内心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女子特种兵 这次我准备了一个很帅气的节目 也希望大家能喜欢 吴岳强 加油 我声计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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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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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